国际最新大事件 彭丽请来国际中心记者彭惠云 惠云早 主播早安 是 惠云我们要先跟您请教 好像南韩又出一个大状况 昨天晚上说是有火车出轨 现在最新消息如何呢 好 没有错 南韩最近真的是货不单行 因为就是在昨天晚间 大概8点52分的时候 又传出说 当地是有一列火车出轨 那么地点是在首尔的永登 川普站这边发生了出轨意外 那这一列列车呢 叫做木槿花号列车 上面是搭载了275名的乘客 那就是没有想到火车 是在进站的时候 发生了出轨的意外 那么现在统计到 现在呢是有34名的乘客受伤 这当中还包含了外籍人士 有至少三人是印度人 还有另外一名是日本人 还有一名尼泊尔人 他们是都受伤了 那么还好呢 是目前没有传出任何的死亡 那不过这个意外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当然还需要很多的调查 但是有根据就是 当时正在车上的乘客 他们表示说 就在进站的时候 发现这个列车是剧烈的摇晃 而且呢一直听到蹦蹦蹦的声响之后 还不断飘出浓烟 那么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火车的进站 是出了点问题 甚至还有看到有人是走在铁轨上的 那南韩呢 这当然这样的意外 像现在大家都非常警觉 因为就在之前才发生了南韩离泰院的大型踩踏事件 所以这样子的公安意外 当然大家会非常的关注 另外南韩现在还有一大危机 就是说北韩是不是真的要进行 所谓第七次的核事呢 因为南韩跟美国之前的警戒风暴延期结束 那么但是也是在上个礼拜落幕了 但是北韩就非常不满 他们在上个礼拜就设计了至少35枚的飞弹 而且现在他们扬言 还会做出更强硬的军事手段来报复 所以现在美韩的情姿就只说说 北韩其实已经完成了第七次核事的准备 所以有可能现在北韩警告 是不是就要看到了第七次的核事呢 这个是南韩的情势还必须要持续来关注的 主播 是 另外一件事情也要请慧云带我们进一步了解 所有外国媒体报导 伊朗的无人机零件上面 居然出现了台湾的字样 这个是什么状况呢 慧云 好 没有错 这个是源自于乌克兰的国防局 他们公布一些照片 另外就是由外国媒体来报导 因为现在俄罗斯作战 对于乌克兰的主要方式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仰赖 由伊朗采购进来的大量的无人机 来进行所谓的自杀式的攻击 那这些无人机很多在引爆之后 残骸掉落在乌克兰 那就乌克兰的军方就给它开箱 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到底里面是长怎么样的 结果就发现了其实不止台湾 还包含了来自于日本 欧盟 美国等等 36种不同的原件技术 那么这当中里面还有发现是台湾制的晶片 那怎么回事呢 这是在一架就是伊朗 是型号为迁徙者6号的无人机里面 那么在乌克兰的军方开箱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发现了有美国的赛林斯大厂 他们所研发的两款晶片 这当中另外有一个叫做Spartan 6 这个Spartan 6的晶片上面 其实就是有出现了印有台湾的字样 那就发现可能是由台湾的晶圆厂代工的 那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只是台湾 又发现很多是美国制的零件也在里面 但是有一些军事专家都认为说 其实依照伊朗跟俄罗斯的技术 你会找到没有台湾制的晶片 这个还是很奇怪的 因为其实就是台湾的代工的晶片 已经生产出口到更多地方了 那有可能是在不知道说第三方的国家 就是伊朗状况之下 这些零件是照样 晶片是照样的被出口了 因此也不知道说是被装在这些无人机的上面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外国媒体的报道 我们还要来进一步的来查证 另外看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当地 俄罗斯这边他们是指控 乌克兰用美国制的HIMARS 这个HIMARS火箭弹 击中了在赫尔松这边的水坝 辛卡霍夫卡大坝里面的 一个索被这个火箭炮击中了 所以导致这个水坝有出现一定程度的破坏 但俄罗斯这边又说 这个破坏程度不是很紧急 但他们就指控说 是乌克兰先发动攻击的 想要炸毁这座水坝 来围挤在赫尔松当地的居民 其实乌克兰是一向都一直反对 这样子的指控 因为这也不是俄罗斯第一次说了 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想要做的假旗行动 也就是说这是俄罗斯自己 想要炸毁水坝 故意嫁祸给乌克兰的 那么接下来 乌克兰的总统佐伦斯基 在这样子的新闻这样的事件报道之后 他也来炮轰说 其实就是俄罗斯不断的在威胁 乌克兰的和平 他还指控说 俄罗斯从伊朗进口这么多武器 就在拖缓整个和平进程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两国这样子继续打下去 都是没有办法看到有和平曙光的一天 那么现在就有消息传出 其实美国政府已经在介入 他们想要说服乌克兰这一方走上谈判着 乌军在南部赫尔松猎杀 俄军坦克 一开炮就等同暴露自己位置 所以这支乌军部队经常闪电转移阵地 难以被锁定 也让俄军在南部战线迅速失去优势 军事专家分析 一旦俄军撤到地涅泊河东岸 战线就会拉到赫尔松市区 乌军先前表示 可能就是要引诱他们打巷弄战 而且杂布鲁热核电厂就在不远处 战事可能将变得更危险 俄罗斯总统普琴甚至签署一项法案 同意让杀人犯要头等重刑犯 都可以上战场打仗 面对杀红烟的普琴 华盛顿邮报指出 日前拜登政府 以私下联络乌克兰总统泽鲁斯基团队 请他们放弃坚持不和谈 直到普琴下台的立场 目的是为了避免各国盟友 被支持乌克兰感到疲劳 意大利罗马街头就涌入了 三万人示威 大喊乌俄战争赶紧停货 尤其基辅持续断电 寒冬中的夜晚一片黑暗 战火不停 最苦的终究是乌克兰人民 TVB新闻做不到 好 接下来乌俄战情势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的 廖天威 廖博士 博士早 爱情 主播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 是 博士首先要跟您请教的 刚刚新闻里头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画面 就是对于赫尔松的那个水坝 10月下期我们就听到 俄罗斯乌克兰互控对方 要炸毁那个水坝 结果稍早真的传出 那个水坝有闸门被破坏 还好没有太严重的灾情 不过现在蛮特别的就是 是俄罗斯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说是乌克兰用海马斯火箭来炸的 那么俄罗斯这个说法可惜吗 还有就是同时传出说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有私底下在劝乌克兰当局 是不是坐下来谈一谈 是这消息我们也要问问 这消息又可惜吗 请博士带我们看看 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 好谢谢主播 战争打了八个多月了 看起来拉锯战 这个拉锯的很厉害 这个传出来被炸的卡克沃夫卡水坝 它在这个聂伯河的上游 就是说整个这个乌南的赫尔松州 刚好被聂伯河贯穿 所以聂伯河是这个乌克兰境内 非常重要的一个河川跟水源 而且它往下进入这个北克里米亚运河 所以它的战略位置是很重要 那赫尔松市 就赫尔松的首府 刚好在聂伯河的西岸 所以这个水坝的这个被炸 它其实直接影响到 整个赫尔松州的这个战争的存续 或者是对这个克里米亚运河 以至于这个黑海的遏制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乌克兰方面 斯伦斯基就已经不断的在警告 就宣称俄罗斯它会这个破坏水坝 那破坏水坝当然有它的道理 但是这个水坝不小 它的这个海拔有144英尺 整个蓄水量大概有1480万英尺 所以它的这个节制泄洪 甚至是对下游的这个冲刷灌溉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时候赫尔松形成了一个拉锯站 怎么说呢 因为俄罗斯本来这个占领了乌克兰的领土 南部的赫尔松军事上占领了 政治上也进入了这个入俄公投 所以对这个俄罗斯来讲战时的双赢 但是它又失去了 那如果这个乌克兰失去了赫尔松 那在军事跟政治上是双输 所以如果俄罗斯真的像乌克兰所讲 放弃了的话 它也是双输 所以一般就会预判说 是不是在赫尔松会产生激战 甚至是这个争夺战 当然乌克兰希望全面的反攻 不过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 发生激战的可能性有 但是不是那么高 因为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讲 最有利的还是时机 现在乌克兰的全国的天气 还不算太冷 那再往下去的话 可能就这个非常难以想象 现在乌克兰缺乏的是物资 武器 人员 那么虽然俄罗斯宣称 已经征兵了31万8千人 但是这个握在补心的手里 它仍然是一个筹码 不及在现在动用 所以预判来看 这个水库的被炸 那么俄罗斯可能的后撤 我想可能它可能顺时 做一个这个战略性的转进 等待机会来临 所以刚好这个时候 欧战争也打久了 在美国国内跟欧洲社会 其实都涌现了很多的 这个反战的声浪 其实对交战双方 也都是非常大的压力 当然再走下去 还是取决于普京跟泽伦斯基 双方的个人意志的对决 不过这个双方背后的因素 就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看起来 普京是好整以下 要等待这个进入冬季的时机 所以预期来看 这场沃尔战争 这个进入这年冬季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高的 是 说起来后续变数很多 对于白宫来讲 眼前还要处理内政 特别是美国的其中选举 在一天之后就要登场 那么也就在这几天 马斯克买下推特大举 开除了一半员工 这让不少人担心 少了监管的推特 将成为假新闻温床 马斯克入主推特 新冠上任三把火 立刻大裁员 毫不留情 才隔一天 这名员工就发现 自己的公用账户被冻结 前执行长杜錫 还替新老板缓家 向员工制限说 自己该负责 不该让公司规模扩张的 那么快 眼看广告商纷纷撤资 马斯克宣称裁员是不得已之举 但开除的员工力 甚至包含负责审核的人员 这也让联合国人权专员忧心 网络言论失控 加上现在盛传推特最新订阅制 只要付费就能获得蓝勾勾身份认证 恐让账户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问题层出不穷 小社群平台 Mastodon成替代方案 7天内涌入23万新用户 推特更可能影响美国其中选情 总统拜登抨击 马斯克收购的是全球散播谎言的社群媒体 而他口口声声说网路要更自由 现在就怕最终只会沦为假新闻温床 TVBS新闻做不到 是 博士这边就要先请教了 民主国家每到选举 社群媒体充斥不实讯息的现象 这是不是一个必要之恶 是不是真的就只能忍受呢 而说到美国的其中选举 拜登最近的民调是一直低迷不振 很多人就预期民主党 恐怕这一回其中选举的表现 也不会太理想 那么博士又怎么分析 对美国国会大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这次美国的其中选举的确是选情轨迫 因为拜登在内政 在经济 在通膨上 还有国内的治安上 的确露出了很大的缺陷 那刚好也给川普 现在以川普为主的共和党阵营 极力的攻击 当然各方的预期 现在看来联邦的参议院 很可能就会落入共和党的手里 因为联邦的参议院总共100席 那他这次是改选三分之一 就是三四席 那众议院是435席 全部重新选举 目前看起来大概对决就在众议院 不过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个共和党的气势很旺 当然民主党的气势就稍微低迷了一些 所以昨天在宾州 包括川普还有拜登 跟前任的总统欧巴马 同时到了该州去造势拜票 所以看起来这个选情 越来越进入最后的决战点 不过这个整个看起来 刚刚主播提到 这几年来美国的国内选举的气氛 假消息丑闻 意识形态的对立 种族还有各种政治利益的拉扯 情况越来越严重 虽然美国本来就是一个 民主自由的国度 但是这种所谓的假消息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 甚至是对抗 它后面包含的这些诸多的 美国立国200多年来 在它的这个民主根基上 所造成的许多的伤痕裂痕 仍然在这时候重演 所以许多的观察家都非常的忧心 美国200多年的民主政治 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的确美国的引以为傲的三权分立 监督制衡 受到了很大的考验 甚至包括这个总统选举人团的制度 所以预期这个短时间之内 这个问题不太会解决 那么看回这一次的其中选举 这个是川普视为2024重返白宫 很重要的意义 目前看起来共和党的整个台面人物 大概也非川普莫属 那这个是川普非常希望掌握的 一个入门的票券 那么相对的拜登可能就在 内政外交还有战略路线上面的失误 可能要十分不少 所以很可能会重演 美国历史上所谓的分裂政府 就是白宫跟国会分属不同政党的 这样的一个执政的情况 这个情况实在是非常罕见 但是非常有可能发生 即使民主党惨胜 大概拜登可能也没有办法在未来 就是他的任期接下来的两年 可以掌握这个国会跟民意的多数 所以拜登在执政上 很可能会形成跛脚的情况 这个就会牵动美国白宫跟博安会 势必要在这个国政外交的路线上 做出一些微调 来进一步确保他们的这个执政 不会被扳倒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样的情势的确是在考验美国的国内政治 他的立国刚刚提到 这是多年来建立的这个民主自由国度的根基 预期情况不见得会乐观 这样的情形 就假消息或者是各种利益的 还有意识形态的纠缠对抗 还会持续好多年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不见得是很乐观的 对美国来说 所以这其中选举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真的值得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谢谢博士的解析 谢谢主播 TVBS2022 九个一大选 计票员全台招簿中 11月26 一起让最快最准的TVBS开票系统 动算 点太一秒拉提 就靠这周 因为他全国比较偏高一点点 所以我们要躲过全国的位置 我们就放在 他眼下这个比较傲的地方 好细哦